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一代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诗人 他激荡过当年年轻人的那种情怀 以及对于成为一个文学青年的这种梦想 我自己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 贝林出生在上海 后来六岁的时候去了北京 他曾经下过乡 后来又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的相关机构参加过工作 贝林先生他是八十年代中国地下文学 或者说是地下诗歌的一个主要的推动者 同时他也是七十年代末期 中国西单民主强运动的一个参与者 他曾经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 他的贝林施选以及哈维尔一个简单的复杂人等等 为大家所熟知 贝林先生这几天正在加拿大访问和讲学 那么趁着这个机会呢 我请贝林先生专门到我的栏目中来 请他谈谈他这一次加拿大和美国之行的感受 以下就是我对他的专访 各位观众好 今天我误入歧途 来到了自媒体达人 黄河边的摄影师 来跟各位谈一下 我这次来美国加拿大 那美国是回家 回我短住的家 那我常住的家在台湾了 那来到加拿大 时隔18年零4个月 再次来到温哥华 而且我是首次在多伦多住了7天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使我对于 因为我在温哥华也已经住了6天了 让我对于这美国和加拿大 有了一个相对特别的比较 当然我还是指的是城市之间的比较 因为我在波斯顿 各位说起波斯顿可能觉得 这哪啊 但是一般人要说起哈佛大学 那我知道在哪了 那在波斯顿是我断断续续住了20年的家 但是呢 我这十年比较多住在台湾 来到温哥华感觉最深的 是这么多新的房子在建设 同时呢就发现 好像华人在这边更像是度晚年 而不是到这边来奋斗 那在美国我的感觉就是平复悬殊 破旧感比较强 那我突然发现说 加拿大是一个更新的大陆 比美国这个自称的新大陆更新 当然我在美国的时候 感受最深的是美国的政治 我想美国从911之后 没有从来没有发生过 政治上对立如此强烈 以至于我们看到目前的很多戏剧化的发展 这个戏剧化发展里面 就是川普或者特朗普 我已经变成说川普 因为按中国大陆的说法是特朗普 那台湾叫川普 那这位总统在美国 我认识的很多美国作家眼里 是不提这个人名字的 叫No.45 No.45就是第45任总统 No.45 美国政治对于华人的影响 超过了911 超过了2001年 由于911发生之后 整个社会对于什么叫恐怖主义 什么叫战争 什么叫小布希 以小布希为代表的共和党 这些争执呢 其实它没有影响到华人层面 但是呢川普的行为呢 就是影响到了很多政治的层面 我并不想去在这里特别的去判断 川普现在和中国所发生的这个贸易战 我们知道今天最新的发展是 2000亿美元的关税 10%还是25% 应该在这个星期有一个定论 也就是说 在内外交困的 美国高层政治的 是突发性的变化 不断发生的过程里面 川普政府在中国政策上 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么我想或许人们还在问 说由于现在 川普的施政 遇到了他本人的政治操守 是否可以持续继续他的总统任期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他的和中国的这场贸易战争 是不是可能会被终止 但是从目前看来 白宫的瞬息万变的变化 还没有影响到他的和中国的政策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白宫最新的发展 是可能的忠诚调查 对于白宫高层官员的测谎 以及对于随时那个秘名 向纽约时报写了ophead piece 就是观点或投书的 这位高层官员到底是我们越来越愿意去猜想的 或者美国媒体在猜想的这个副总统 或者是他的幕僚 还是另外一位前官员 从目前的情况下是现任官员 但是我想他让我考虑更多的是关于新闻自由 或者就是说我们作为在出版和言论自由上面奋斗了一生的 以我这样的这样一位作家 我们怎么样看到新闻伦理 新闻自由可不可以使用秘名投书的方式 呈现一个人们要去猜测对象的 世界上有广泛影响力的纽约时报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同样和纽约时报一样被视为自由派报纸的华盛顿邮报 他们对于纽约时报这种秘名投书的方式展开了批评 他们过去在对于川普政府的政策 及川普本人的政治和道德操守上完全站在一个阵线的 这两个报纸 他们彼此之间对于所谓的高级官员的秘名投书 是不是符合新闻伦理 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 其实我觉得在自媒体时代 在假新闻已经成为一个最广泛的说法 fake news 我想恐怕这是川普作为总统使用率最高的一个字 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曾经说过一句脱口而出的话 媒体或不负责任的字的新闻媒体是人民公敌 这样一个说法严重地影响到 呃人们对于新闻自由和新闻的道德政治伦理的这个变化 那么紧接着来发生的事情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 站在一个民主最前沿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这尤其在新闻媒体上会不会有出现一个更大的一个争论 以至于纽约时报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就是纽约时报的论坛版和纽约时报的记者群之间很有可能变成是两个互不透明的 没有可能有纽约时报的高层下命令的方式 纽约时报的记者现在他们自己要去寻找 在论坛版上发表这个秘密投书的白宫高级官员 这个高级官员涵盖了从总统之下的所有的官员 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的高层政治里出现了一个最有戏剧化的现象 从副总统到国务卿到他其他的更多的下属 一个一个要公开向媒体证明 他们没有向纽约时报提供不署名的投书 那这样一个好像像忠诚表态或者自清表态的这个情况 也成为民主社会里面一个被未来的这个学界 被未来的知识界和被未来的这个很多年之后 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川普政治下的美国 或者是川普学这个都有可能会发生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肯定在相当意义上 也会影响到民主和自由在未来的世界里面的走向 我曾经说过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极权兴起民主示威的时代 我想这是1989之后的中国民主运动 或者是19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波 就所谓的民主改变了二战以后的东方 包括了前苏联和东欧的这么一个历史 那么这个历史演变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民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 也就是一个有缺陷的民主是不是会产生一批 经过选举产生的独裁者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已经正在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那我想这就是美国的政治 这个被中国人视为民主楷模的一个社会 是不是今天变成了民主制度最明显的 一个需要反省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社会形态 我说的是美国的选举制度 美国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界限 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不是靠普选制 是靠选举人制 这样一个重要的变化 是不是直接影响到世界性的社会的眼镜 包括了是不是将来有发生一个就是 民主示威之后的这个局权跟威权体制的回潮 这个回潮使中国模式所谓的21世纪最大的奇迹 就是中国的发展速度构成了21世纪这18年 人类史上最高的速度 也就等于说在20世纪我们几乎也看不到这样一个奇迹性的 所谓的这个经济崛起 那么还有一个就中国的软实力 跟传统的殖民主义的武力的行为和中国的经济殖民 对于整个世界所产生的改变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听到的中国政府说的一带一路 这一切可能也是我能够说到的 它是我在这个美加之行中产生的很多思考 那这个思考也包括了 比如说我会像一个可可爱的年轻小孩子一样去问 哎 加拿大跟美国从地理和社会环境上很像 包括我几乎都听不出来 加拿大英语跟美国英语之间的细微的差别 那么这两个国家居然还有共同的边界 而且边界进行了严格的边境检查和海关的这个入境制度 这跟我常年前往和居住过很多年的欧洲太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法国跟英国 现在重新建立起了一个边境制度 因为英国要脱离欧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欧洲大陆 不管是从西班牙还是到法国 从法国再进入德国 再从德国进入波兰是一马平川 虽然完全不同的政府和国家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的边境 我个人坐着大巴从柏林前往乌克兰的时候 我发现只有进入乌克兰边境 这波兰跟乌克兰边境的时候 有高达六小时的边境检查 那么我知道欧洲的边境 即便发生在这个中东的难民潮 要把整个欧洲 就是要把整个欧洲改变的时候 仍然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起边境检查制度 或者没有建立起系统的边境检查制度 那么以至于欧洲的不同的国家之间 对于是否需要建立检查的墙 这个墙也包括了无形的墙 有过很多辩论 那么居然美国跟加拿大这两个完全可以把边境打开的国家 居然还有过从来没有被质疑的边境和检查制度 好 那这是我在美加的这个经验里头做的一些思考 那我另外也发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在贫富悬殊上 我觉得加拿大远远超过了美国 不 就是说对于消除贫富悬殊上 加拿大比美国做的好 我也看到了加拿大的优点和美国的缺点 那这些东西也包括了它的未来的退休制度 它的这个养老金的发放方式 它这个人民的基本的这个人际关系 也包括了我看到了无数的华人在这里找到了像第二个家一样的感觉 而并非是美国的方式 美国的方式在政治上是希望每个人成为美国人 不管你来自哪一个国家 但是呢我发现加拿大的变化 就是每个民族可以在这个国家找到自己成为 继续成为自己来自的那个民族 或者来自的那个国家 或者来自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地方社区的人的那个感觉 并不一定说每一个人到加拿大来一定要变成讲英文的加拿大人 或者讲法文的加拿大人 那这是我大概对于加拿大的一个特别的印象 以至于我好像还这个有一个愿望说 哎说不定到加拿大来安度晚年 是一个华人社会更可能接受的选择 而不是去美国安度晚年 好那这就是我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执行的印象 那接下来我是这次是受邀来参加 在加拿大举办的台湾文化节 我居然作为一个台湾的新住民 一个美国的居民和台湾的新住民 来向在加拿大的华人和华人社群 介绍我的台湾经验 也同时带来了一个书店叫台湾书店 这个台湾书店在多伦多跟温哥华各有三天的展示 它更多的呈现的是什么 是繁体字出版的中国不能出版的好书 有将近70种不同的好书 那么这些书也告诉了人们 在完全有着出版和新闻自由的台湾 可以看到在简体字中 简体字的书中看不到的所谓的禁书 好那这是我这次来的情形 那么我下个星期有几场重要的活动 我本人也非常希望有机会和在加拿大的学者 学生和华人社群来交流 就是比如说我在下个星期一的下午 是要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洲中心 跟那里的学生学者来交流 关于亚洲这个概念里面的中国 台湾 及这个概念下的亚洲国家 怎么样看待中国模式 怎么样看待台湾呢 因为台湾享有美国 台湾享有在亚洲最好的 这个自由度和民主的这个稳定的选举制度 那这些东西它怎样去左右人们 对于未来社会眼镜中的社会和国家 好那么从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又想要探讨的是何为家 在加拿大这样一个 由不同的民族的移民组成的新的国家 相对新的国家里面 我怎么样看待我自己选择把台湾视为一个新的家 那么我有一个说法就是语言和文化决定了家在哪里 当我使用母语的时候 母语就是我的家 那么也可能这个家是我出生的 生长的中国的北京 也有可能是新的一个家 是台湾 所以这就是我想我能够探讨的现象 那我接着又觉得就是我今天很难得见到了 我在台湾的时候的十多年 因为我想到我第一次去台湾是1992年的夏天 我是第一个作为中国护照的中国的文化人 在台湾住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决定了我今天可能成为台湾新著名的潜在的生活经验 那么我想我今天有机会见到了我在台湾文学上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文学上的一个 怎么说呢 文学上的一个 一个让我能够在台湾发表著作和出版我的诗集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助手推动者 就是已经年纪86岁的这个亚璇先生 他是台湾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副刊的总主编 他在台湾文坛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也是一位诗人 那么我们今天探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于光中先生的过世 所带给台湾的政治反省 和一个文人在政治里面如何看待他在文学贡献之外的政治操守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我也从亚璇先生那知道了 就是这个于光中先生生前曾经请他做的一个托付 是为了证明他曾经被台湾社会认定的一个说法 他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 他本人呢曾经在国民党 就在政党轮替之前的台湾的威权社会里面 向国民党政府打过异作家小报告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我想我听到亚璇的说法真的非常难得 他说这个于光中先生曾经托他 像当年的蒋介石时代的一个情治首脑叫王生 他曾经在台湾的文化人身边 说起他的时候是谈虎色变的一个 有可能被突然在一夜之间会成为台湾的警备司令总部的 政治义分子的这个约谈 我们中国大陆叫喝茶这个对象的这么一个人 到底这个于光中先生是不是做过小报告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让我想到了 在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里面 有一天当人们为了证明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要让国安或国保来证明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的可能性 因为我仍然相信历史一定要在你生前让自己的历史做好做清做白 否则很多年之后人们会看到很多意外的东西 而这个意外的东西里面的真和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探讨的主题 那我想有意思的是一个作家可能他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一旦你成为一个指标性的文人的时候在一个社会 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文学或者你的艺术创作不只是证明你的创作 还要证明你在政治上是不是是一个有一定人格标准的一个作家 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谢谢各位 谢谢观众 我先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